無課玩家究竟該不該抽大菠蘿呢?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在7月初就會上架第一台運動組 典藏傳說車輛馬自達RX7 緊接著再下一期就是藍寶堅尼雷聞盾 這時候可能就會有觀眾感到疑惑 咦?不是兩台典藏傳說一起出嗎? 嘛...雖然我沒有確切的消息 但我只能說不可能一起出 站在官方的角度來看 一起出不會比分開出還要來的賺錢 所以我還是更相信是分開推出 不過間隔時間不會太久 那RX7肯定是會先上的 畢竟要跟上真名山的主題 先推出RX7才能將討論熱度甚至最高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RX7要來了 所以我是建議無課玩家囤好鑽石 全部O-In在典藏池就好 有了拉法的前車之鑑 典藏傳說臨界的強度是最具CP值的 而且官方絕對不敢對典藏傳說動刀 那可是會引火自焚的 但是撇開典藏傳說來看 大波羅已然是現今版本 最強大的運動組傳說車輛 我目前的改度是4階滿改 不要問我為什麼沒有抽5階 有興趣的就回頭去看前兩期的影片 恰滴 就4階25階來說 跑出來的分數平均落在175以上 倘若能夠5階的話 衝破180似乎是沒太大問題的 再說它的操架手感絲滑到不行 甩尾的手感介於A186和R32之間非常的舒適 不僅能輕鬆駕馭彎道圖 優異的加速與急速讓它在賽道圖也非常強勢 改裝密碼兩階以上的大波羅我推薦23232 那兩階以下的我推薦13232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實戰吧 對阿 賽車遊戲是這樣子 你要到達那個天花板 設備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 你知不知道那個你的駕駛技巧哪裡出了問題 因為像我這樣子啦 我反覆的一直開 不斷的開 它一直在跑差不多的路線 你沒有去學習人家的路線 學習人家的這個 操架手法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進步啊 你就是反覆的一直開 跑一個身體健康的 我就是一個跑身體健康的 所以設備其實沒有到很重要 你看那個 很多人說 鍵盤的上限最高 就靠腰入服一堆大神是用平板玩的 然後你說 搖桿一定比鍵盤爛 嗯 那為什麼我都追不到東靈 他拿著搖桿開著自動油門 我還追不到他耶 那就是 路線的選擇沒有他好啊 他可能不用準備什麼花蕊胡哨什麼 雙殺過彎什麼的 他都不用啊 他甚至連油門都沒在放了 他就是有自己獨一檔的操作方式 然後 再加上他自己 知道該跑的路線 該哪裡出彎 啊他就會跑得快啊 所以一個人的上限 設備只要挑適合的就好了 你那個 不要去聽人家說什麼 哪個東西的上限就一定比較高這樣 那不然你用不習慣也沒有用啊 就像你今天看到東靈 搖桿用得很開心 然後你就想說 我是不是用搖桿就可以跟他跑一樣 沒有啦 不是那樣子 所以 如果你問我設備的建議 我就是會說 都試試看 挑你喜歡的 這台車真的很值得抽啦 他可以幹掉那個R32耶 雖然說我還差一階 但我已經感受到這台車的強大了 不是怎麼可能會有車直線快彎道也強的 不可能吧 這台車就是如此耶 直線強彎道也強 這有不抽的理由嗎 造型又好看 這台車只能強半個賽季 不是嘛 你總共計分車要7台 這台車永遠都有他的位子啊 所以也不是這麼說的啊 好了你就算RX7來了 RX7也頂多佔一個位子啊 對不對 沒關係那我們不講強度 我們講外型就好了 你的老二對他有感覺嗎 你的老二如果對他有感覺 那就必須要抽 你要遵循你老二的感覺 你要遵循你老二的感覺 問問自己的老二 你看我這個屁屁的兩個燈 他在看著你 有沒有感覺 唉唷不知道點長要準備多少錢耶 因為說真的 RX7跟拉法不同 RX7是真的會讓我想要 特別為他去砸錢 拉法我是真的沒啥感覺啊 等下說什麼馬王馬王 我根本不認識他 我小時候就看頭文字D而已 頭文字D裡面又沒有法拉力 我怎麼會對法拉力有感覺呢 對不對 對 但RX7不只是頭文字D 連那個 完面關頭 韓哥的死都讓我很動容 哎呀 哎呀 剛剛那邊意外沒空好 好菠蘿 我不抽嗎